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美真制作主持 双鸡旁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晚为你播出的云彩飞扬 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真 今天晚上在云彩飞扬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美真仍然为你邀请到一位来宾 要跟我们分享属于她自己走过的生命故事 在这里 收听今晚的亲爱的朋友 美真有个问题想要跟你讨论一下 不知道你对于圣经上的这句话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句经文呢 其实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相信这句经文呢 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很熟悉啊 可是人只要活着不就已经有生命了吗 为什么耶稣还要说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呢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其实美真在一开始读这句经文的时候 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 可是后来感谢上帝 在一次聚会当中 有一位牧者 他的信息分享当中 我得到了答案 而且这个答案对我来说 真的是解决了我内心 对这句经文的疑惑 我记得那位牧师说 对 人本来的生命虽然有气息 可是却不一定有能力 所以呢 明明知道应该去做的 却没有能力去做好 明明知道不应该去做的 也没有能力去拒绝它不去做 可是主耶稣来 要赐给我们的生命 却是一个有能力的生命 这个生命不单单知道 什么是错 什么是对 还可以有能力去做到 我们应该做的事 也可以有能力去拒绝 我们应该拒绝的事情 真的 当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了真正的能力 有了这样一个恩典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胜过环境 带给我们的阻碍 人有生命气息 可是并不一定可以 过得很丰富 很知足 可真正有上帝 生命在里面的人 即使是外在的环境 有许多的不方便 却还是能够活出 真正有色彩的生命 今晚在节目当中 每正为你邀请的这位来宾 他出生在一个 父母亲都看不见的家庭里面 虽然父母亲的眼睛 在视觉上有障碍 可是笃信上帝的父亲 在生命中 所流露出来的生活 却让他的儿女 在无形中 受到了很好的影响 是 今天的节目当中 每正为你邀请到 李恩兴小姐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谈一谈 他的父母亲 当然我们要谈一谈 他自己是如何 确定所信靠的上帝 是一位可信 可靠 真实的神 那我们就在一段音乐之后 准备跟节目中的来宾 李恩兴小姐见面 并且听听她的生命故事 音乐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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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一段非常柔美的演奏剧之后 我们就要一块来跟 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的来宾 李恩兴小姐见面 先介绍一下她的名字 木子李恩典的恩 心是心心向荣的心 恩兴你好 恩兴你好 你好 美真你好 收音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恩兴是我 今天也是第一次跟她见面 不过我曾经在电话当中 有跟你联络过 那时候刚好是你父亲 因为生病住院 不过还好 感谢神 父亲现在都出院了 那我们想今天呢 刚才我在节目的一开始 稍稍介绍了一下 就是 今天请你来到节目当中 就是谈一谈您印象中的父亲 知道父亲是一个非常 在信仰上非常坚持 而且对神非常前进的一个老人家 虽然她眼睛看不见 但我们都没办法去亲自采访到您 令尊大人 不过我们希望透过你的口来 谈谈您印象中的父亲 另外我们也知道 后来您是在美国认识了主耶稣 也将自己维生在这样的信仰当中 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 听听你自己的故事 好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 还是要先请你谈谈 就是目前您的一些背景 好不好 好的 结婚了吗 已经已婚了 现在是结婚一年八个月了 还算是新婚吗 算 那工作呢 目前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 目前从事英语教学 英语教学 就是在补习班里面 对的 是教小朋友了 有教高中生 也有教从基础发音的儿童美语 这样子 你很喜欢这份工作吗 非常喜欢 可以接触许许多多的人 对 我觉得学语文 语言来讲是现在很多人都 这个好像是始终不会退流行的一个趋势 那么在学语言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人 虽然抱着不同的动机来学 可是在学习过程里面 我觉得啦 像我最近在学日文 我就觉得好困难 但是就是要秉持的那个恒心 那老师自己在这方面 您是担任英文教学的老师 您会不会觉得教也很困难呢 本身在传达知识的时候 我觉得要跟孩子的频道能够接得上 因为我所接触的学生是两种年龄层 一个是高中生 一个是儿童美语 对 那我很感谢神能够在我的工作中 注入很多的这种能量 让我有足够的爱心 耐心 那不过常常有时候觉得说 可能情绪能量用尽的很快 但是我很幸运我可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 求他给我更多的爱心耐心 以智慧来跟孩子相处 是 其实我比听众朋友有福啊 因为我可以真正的看见恩兴老师 老师在自己在他的模样 其实我想小朋友一定都很喜欢你 因为你好柔哦 然后说话的声音也好舒服 听起来好舒服 相信你的学生都会学得很愉快 不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 就是要谈谈您的父亲 您的父母亲 还有就是您自己的故事 我想一开始先来谈谈您的父母亲好了 因为据我们知道 就是您的父母亲都是在视觉上有障碍的人 能不能谈谈他们 是怎么样在视觉上发生障碍 父亲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您知道吗 父亲是从小 但因为他在大陆 那很多环境 物质的那种环境都不是很好 营养不良 那他本身天生就有很严重的弱势 那他进了军队之后 视力慢慢慢慢一直减弱 那到了香港 曾经经历过三次的眼睛的手术 但是仍然还是没有办法让他重见光明 所以父亲的视觉障碍 他是完全看不见吗 对 他是阶段性的 那到了他 我想应该是三十多岁时候 就完全失去他的视觉能力 这么年轻 那母亲呢 母亲他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母亲他从小在福建出生 那他就是小时候父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那他被寄养给一个另外一个女人 那他因为患有严重的那种精神分裂症 就是养母 对养母 对 那所以小时候我的母亲经过到很多这种 不正常的这种管教 那他的眼睛就是在很严重的母亲的这种 算是虐待 对 那一只眼睛被打的就是已经失去到视觉 那也影响到另外一只眼睛 然后邻居觉得很 就是很惨不忍睹 那随着来台湾的人潮 那他们就把我妈妈 那时候我妈妈待五岁而已 那他就把我妈妈一起带出来 逃脱那个被虐待的环境 对 但是妈妈现在呢 她的视力也是完全在看不到 对 对 她那个时候也是慢慢就失去了这个视觉能力 嗯 在刚才节目 开始录音之前 我谈了 稍稍问了一下恩兴啊 就是父母亲他们的状况 您说母亲比父亲是小25岁 对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那么能谈谈 父母亲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认识 然后结合的 对 母亲来到台湾之后 就接受了芒芽学校的教育 那父亲的话 他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基础教育 可是因为他视觉也慢慢都消失掉 所以要完全用重新训练 也所以到了芒芽学校 那他们就在芒芽学校这个环境中认识的 嗯 然后就恋爱 对恋爱 然后结合 那我父亲他常常跟我说 那个时候 父母亲要结婚的时候 很多周围的朋友 其实在芒芽学校都是眼睛 都视觉上 有很多都是军人这样子 对 就是 因为在战争中受到一些伤害这样子 那眼睛也没办法看到 那都会很不支持爸爸的决定 觉得说 你怎么会有那个能力去结婚 两个都看不到 你要怎么去带以后你们的孩子 他们都非常不看好 那我的父亲他就常常祷告 他相信神会给他这样子的能力 嗯 父亲是什么时候接触基督信仰的 他在香港的时候 就是难民 就是大家在香港 有一个就是一个集中处 那那时候就是 嗯 接受了牧师的宣导 那父亲 他 他是个很单纯的人 他的信仰也没有很多很多复杂的 这种推理或是 嗯 或是说去钻研 那他就是凭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 他凡事 我在生活中看到他 凡事遇到任何的生活的障碍 或是说困难 他一定祷告 是 对 我想待会就要请你稍微跟我们多谈 你举几个例子来谈谈你印象中 父亲在信仰上怎么样去经历 他自己所信靠的神 那么 谈到这里呢 就想到说 因为父母亲他们都是在视觉上有障碍的 事实上 结合要生活在一起 要彼此来供养 彼此在生活上的需要就已经不容易了 后来你们生下了几个小孩 就是父母亲 一共有生了几个孩子 三个 两个哥哥 那我是最小的 你是最小的 那从小到大 这样一个生活上的需要 父母亲是怎么样去赚取经济上的供应呢 对 因为父母亲是在盲响学校中受教育的 那所以他们都有基本的谋生的一个工具 就是做按摩师 对 那母亲比较年轻 身体的这种状况比较好 那父亲在孩子慢慢出生之后 父亲就留在家里带孩子 对 是不是你们家的生活模式 就是母亲负责到外面去工作 对 然后父亲在家照顾孩子 那父亲因为也是退役军人 所以在政府在每月 每个月他也会有固定的一些 就是 国家会给予一些补助 生活上的补助 那在这点来讲 就还 在经济上就算还好 对 那我先想请你们谈谈 就是您自己身为在这个家 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成长 冒昧的问一下 就是说 因为您的父母亲都看不到 那事实上 虽然跟别人都一样 就是有爸爸有妈妈 可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跟别人的爸爸妈妈 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样成长的过程当中 您会不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 也有一些 你要去面对的障碍 比如说自卑感 或者是 你要去突破的一些问题 可不可以谈谈您自己的感受 是的 我想这是非常难避免的 那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时候因为爸爸妈妈看不见 所以我们要带他出去买菜呀 或是说办一些事情 那常常在街上 自然就会招来一些眼光 对 那小时候 常常去逃避 不去想这个问题 那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健康 跟别人没什么不同 那同时也会尽量避免去跟同学或朋友 谈这些问题 因为我想我在自己的原始的个性当中 还有某些程度的骄傲 那也非常怕别人 因为这样子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 所以就会在其他方面 尽量去做到跟别的小朋友都一样 对 这个是很难避免的 我想任何的来自这种 就是说父母亲 或者说 或是兄弟姐妹当中 有这种肢体残障了 我想因为这世界的眼光 所以会造就成这样子的心态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对 那反过来谈好了 就是因为您刚才说 多半都是母亲出去谋生 赚取经济家里的需要 那父亲在家里面 跟孩子相处照顾孩子 那是不是可以变成说 孩子跟父亲的关系 会比较更亲密呢 对的 是这样子的 那谈谈父亲是怎么样对待 你们这些孩子 怎么样教育你们 父亲真的是非常伟大 因为他真的是 很 他 他的管教方式非常民主 那他也非常的 愿意为孩子做牺牲 那他不希望我们因为在这样的家庭 而好像得到的东西比别的一般正常家庭的孩子少 所以他会尽他所能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他必须要去标会或是上会什么的 对 他是一个非常谦和的老人 从我小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个老人 因为我父亲我出生的时候 我有印象的时候 我父亲就是五十多岁 六十 他迈入六十岁 对 是 因为父亲也晚婚 对对晚婚 好那我们现在要稍微请您谈谈您的父亲了 因为您刚才也带到这个话题 就是父亲是一个很谦和的人 那之前你也谈过父亲因为在香港 接受了基督信仰之后呢 你常常会看见 在生活中常常看见父亲是一个常常祷告 面对难处就会依靠神的人 在你印象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 可以谈谈你印象中的父亲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感染了肺结核 那常常每天都要打针 然后小时候因为年纪小 很比较 比较无知 所以对这个病是很恐惧的 天天去打针 那有一次我就趴在爸爸的腿上 我就说爸爸我会不会死掉 然后爸爸说不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对 他很多很多情况 很多很多时候 因为父母亲在先天的条件上 他们就等于说是没有很多的优势 甚至是很多是弱势的 对 那他们就更加的这个仰望神 对 父亲在仰望神的过程当中 您自己有没有对父亲的这个 所信靠这个信仰质疑过 觉得 嗯 父亲所信的这个神 如果是 你会不会这样想过 如果上帝真的是那么爱世人 为什么给我这样一个家庭 为什么让我的父亲失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疑惑过 您在信仰当中 嗯 至于说对父亲的信仰的质疑 我想我小的时候 我看到父亲在 嗯 每逢他有这个 呃 困难的时候 他会祷告 那我 我当时的想法其实蛮正面 我觉得也好 那有没有去质疑 因为这位上帝 他世上是非常 他不是用肉眼可以去看到的 他是必须用心灵去体会的 那在我那个年龄还是蛮小的 那我总觉得说还好爸爸有个信仰 能够让他在呃 他的心灵 或是说在平常生活上遭遇困难的时候 有有所寄托 那我觉得嗯 还不错 那我没有并 并没有去很怨天尤人 小时候爸爸常跟我们观念 嗯 不要怨天尤人 对 所以我们小时候 很少去埋怨什么 很少会觉得说 嗯 觉得说自己的处境 不如人或怎么样 嗯 那我反而觉得是长大的时候 当我回头再看 我们整个成长的经历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给我这样子的环境 因为他可以让我们 更能体会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他的帮助 是啊 恩心 恩心这个名字啊 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 因为您刚才有说过 你哥哥也叫 也是中间也是一个恩字杯 然后两个哥哥都是恩字杯 对 那名字上面 父亲在为你们取名字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是 有一些信仰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对 我想父母亲的婚姻 嗯 爸爸他非常非常的感念神的恩典 那所以我们三个孩子的名字上 都能够寻找到神的恩典的这种 好像痕迹 大哥叫恩奇 主恩是很奇妙 那二哥叫恩浩 浩世三点水 浩大的浩 对 主恩浩大 那心的话 恩心 我的心是个动词 主恩是我们家的心心向荣 心心向荣 对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父亲其实在信仰当中 真的是完全在 跟神的关系很亲密 印象中父亲会带你们去教会吗 或者他自己 嗯 怎么样去读神的话 恩 父亲和母亲他们都是摸点字的圣经 对 那恩 我们都会跟爸爸去教会 但是爸爸从来不会强迫我们 所以恩 大哥哥就 比较 从小我们没有印象他们有去过教会 那我是都会跟去教会这样子 对 但是小时候去的我想 也是停留在那种好玩 看看教会的小朋友 吃吃点心这样子 嗯 好 这个部分就是您跟父亲在 在您看见父亲的信仰 嗯 那么后来也知道说 您自己也在信仰上有一些 特别的经历 您您是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到美国去 恩 我是在大学毕业后 在补习班教了三年的书 那 嗯 就是也很奇妙 就是能够很快的就那个经济的能力 那我当时决定说 既然我想我那么喜爱教书 我希望能够让自己再提升一点 所以我就申请外国的研究所 到美国去读书 嗯 对 那恩 也是很感谢神的预备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都是神的预备 因为实在是 嗯 某些地方 连我自己再去思考 再重新思考 对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 那 在国外的时候 嗯 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 所谓叫Bible Study 就是圣经研读班 那又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牧师 非常的有爱心 有耐心 那同在 在这个团体当中的 呃 美国人 也是非常成熟基督徒 那他们慢慢慢慢的带领我们 对 是 呃 我想再回过头来谈一下 就是说 当你要决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父亲呃 抱持的是什么样的态度 父亲他非常感谢神 因为呃 我出去的所有的经济的呃 方面的需要 神都预备了 对 怎么说呢 这些经济怎么样预备 就是呃 三年在补习班 也是很幸运 能够呃 能够呃 能够得到学生的 这个很肯定 那很自然的 就是呃 的终点各方面就会增加 那很快的在 在三年内就累积了一笔钱财 所以可以到国外独立的这样子去呃 念英语教学 然后完成学位这样 是 所以父亲也是非常放心的就是 对 到国外去生活 父亲一直觉得说 可以读书 他可以求知识 就让他去 那母亲是比较属于保守 他觉得女孩子不需要读那么多书 所以 但是父亲他是非常 他觉得孩子 想要什么 只要是正面的 我们都应该放他去 他非常充分的尊重孩子 那也给我们 真的是呃 充分的自由意志 呀 我觉得今天呃 刚才恩兴常说说 回过头来看 回过头来看啊 其实许多的基督徒在走一条道路的时候 往往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是 常常走完那条路 回过头来看才说 呃 每一个地方都是恩典 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带领 那至于啊 上帝后来带领恩兴到国外 怎么样去经历这个信仰 还有在国外 他怎么样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信仰当中 我想这是节目的后半段 我要请恩兴比较多来跟我们谈一谈的 那我们谈到这里呢 嗯 休息一会 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好了 这首歌曲就是 耶稣恩友 在歌曲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听恩兴的故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但当我醉与忧愁 何等权力能将万事 带到主恩做千秋 多少平安律律失去我 多少痛苦 白白手 借应我们为将万事 带到主恩做千秋 一首歌曲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当我醉与忧愁 何等权力能将万事 何等权力能将万事 便宝愁 带到主恩做千秋 多少平安綠綠失去 我多少痛苦白白手 皆因我們未將完事 帶到主恩做千秋 是否煩惱壓著細皮冰頭 是否與世連應有 我們切莫回心時日往 快到主恩做千秋 何處的自衷心朋友 分帶一切苦與憂 我們若點出鬥指頭 放心到處做千秋 一、二、三、四 是否煩惱壓著細皮冰頭 是否與世連應有 我們切莫回心時日往 快到主恩做千秋 何處的自衷心朋友 分帶一切苦與憂 我們若點出鬥指頭 放心到處做千秋 我們若點出鬥指頭 放心到處做千秋 我愛你 愛你 親愛的聽眾朋友 您現在正在收聽的節目是 雲彩飛揚 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 今晚在節目當中 美珍為你邀請到的來賓呢 是李恩心姐妹 恩點的恩 欣欣向榮的欣 其實我從一開始跟恩心聯絡到 一直到剛才訪談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我有一句話告訴恩心 我覺得恩心是一個很有福的女孩 因為你有一位 謝謝 祷告的父親 事實上恩心 聽眾沒有看不到她 可是我很清楚的看到她 因為在分享的過程當中 她幾次都是 可能一想到父親的愛 又想到自己 在這樣一個信仰當中的經歷 就情不自禁的會流下眼淚 我覺得這是生命當中 最真實的流露 那剛才的節目的前半段呢 恩心跟我們談了一下她成長的過程 父母親都因為視覺上有障礙看不見 而當然也因為這樣子 我想也是上帝奇妙的帶領 使他們能夠在芒雅學校結識 然後不只是結識 相戀 進而可以建立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然後生下了三個健康的寶寶 恩心就是最小的孩子 那在這樣一個生活條件 並不是非常好的情況之下 可是我覺得恩心裡面 一直充滿一個感恩的心 或許是因為她從小就是看見 她的父親在信仰上 動不動就禱告 碰到難處就禱告 有需要的時候禱告 甚至於寶貝的女兒生病了 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也是說我們來禱告 那我覺得禱告其實是基督徒 生命當中非常寶貝的一個武器 這可能是一般還不認識基督信仰的人 她無法去了解的 怎麼去對一位看不見的神 禱告 可是對於我們來講 禱告真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力量 好恩心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了 她也順利的念書大學畢業 然後最後呢 她也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 然後賺了足夠的經費之後 她決定到美國去了 我想在美國這段時間 我相信父親也一直在為你禱告 好待會要請你稍微談一談 在這個過程當中跟父親聯絡的情況 不過在美國接觸信仰 是你生命中最真實的一個部分 我想聽眾朋友也會很好奇 恩心從小是看著父親的信仰 然後接觸父親的信仰 但是怎麼樣讓父親的信仰 成為你生命中的信仰 一直願意走到今天 甚至於今天或許你身邊 還是有人沒有認識主 你的可能你的哥哥還沒有認識主 你的丈夫還沒有認識主 可是你仍然願意持守 在這樣的信仰當中 甚至也為他們禱告 所以我想請恩心跟我們談談 在美國的生活 在美國 你又是怎麼樣接觸這個信仰 在我真的是很回想起來 真的是感謝神 因為他真的在每一個階段 他都有他的預備 那只是說 在於說我們有沒有敏感的去感受到 那很多的恩典我們常常視為 是生命中理所當然的 那我感謝神 常常能夠讓我在回顧的時候 看到他的那隱形的手 那我曾經在國外的時候 有一回 我常常 有一回我在公車上 我在想說 嗯 我為什麼到美國來 那其實是為了要 拿到一個碩士的學位 更加肯定自己 在將來教學上 能夠成為一個更順利的一個利器 那可是我常常思考 難道我得到了 一步一步的這個計畫都達成後 我真的能夠得到滿足嗎 那我的生命是不是 再一次一次的追求後 然後自己再設定一個更遠的目標 再去追求 這樣子的邏輯聽起來 似乎也蠻正面的 因為人生就只是一直往上爬 可是我發覺這些 當你達成之後 這些給你的這些快樂 往往也是蠻短暫的 那你必須要再設立另外一個目標 再去填滿自己裡面的空虛 那等到這個目標又達成 就周而復始 你發現說 沒有一個止境點 那時候 因為父親非常愛禱告 所以有時候 雖然我沒有真正接觸到這位神 雖然我已經蒙恩很多 他的 來自他的恩典 但是我沒有真正有這樣的生命 可是 當我有這些困惑的時候 我也會禱告 那我記得我在那公車上 我就 我就看著藍天很美 我就說 你到底是誰 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有一位 招募主 因為這個世界的各方 看大自然這種結構 實在是 精細奧妙到 這個無可言喻 我相信有一位神 但是我從來沒有好好地想去思考 認真去追求他 對 那時候 我就在 我就禱告 我就看著天 我說你是誰 如果你真的在那邊 其實我那時候 不知道說他到底是誰 甚至有時候告訴自己 他可能是不同宗教所敬拜 不同的這個 精神的這種 神佛 對 對 對 這種偶像或說這些好領袖這樣子 那我就說 嗯 您是誰 如果您真的存在的話 我現在 我很空虛 對 那我也知道 我或許可以很順利 就拿到我的學位 可是我人生就要這樣周而復始下去嗎 我沒有感到很充實 很 很滿 很平安的感覺 於是我就做了這樣的禱告 那後來回顧我才發現神回答我的方式都很奇妙 大約不到兩個禮拜 那 就有 臺灣的同學會會長 就來跟我說 欸 你那麼喜歡 你蠻外向的 你 你喜歡找機會接觸 能夠有機會講更多的英文 因為在國外很多都是臺灣的同學 那大家常常在一塊的話 就沒有機會去說英文 那我覺得 既然花了那麼多錢來美國 我應該要善盡各種機會去 讓自己去接受各種挑戰 讓自己在語言方面得到一些 成長這樣子 那 他就跟我介紹這個Bible Study 這個聖經研讀班 那我就是 好啊 這個義不容辭 那我就過 我就去了 我覺得 嗯 一看開始的時候我的動機只是想 增加我的這種口語上的技巧 那 那我覺得那些朋友也非常的友善 那 久而久之我就發覺說 嗯 為什麼他 從他們身上流露出一種不同的氣息 是 我即使想我也做不到的 我就開始思考 他們這些氣息 這些動力來自哪邊 他們這麼無私 他們這麼的 這麼的對生命充滿的熱力 這到底是哪一股力量導致的 那這個是我也想有的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那直到有一回牧師帶著教會的 呃 所有弟兄姐妹 還有一些呃 國際學生就是不只是台灣的 有日本韩國 或是美國當地的學生 我們一起到呃 尼加拉瀑布去玩 那在那邊呃 呃 有一次我才真正真正的就是 坐下來 然後聽人家問牧師問題 那在問問題當中我才真正去思考 那我發覺聖經真的是 我那時候真的就被聖經吸引了 那很諷刺的是 這個從開始到後來是八個月 到第八個月我才開始認真思考聖經 那我一看聖經就被吸引了 我發覺他很多很多話語 真的是很 也是很奇妙的 就那個那麼那麼的滿足我 這麼的就是這麼的吸引我 那那種滿足也是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的 那我以前也想過說聖經還不是人寫的 可是當我真正的去用心去看聖經 甚至有時候看不懂的時候禱告 求神給我智慧 讓我的頻道跟他近一點 了解他在說什麼 那很也很奇妙 每當禱告過後 神他就會開了我心靈的眼睛 能夠去了解他的內容 了解他的話語 歧視我 那所以我的生命在那個時候開始被改變 那我也才回頭才知道說 再看才知道說 過去很多也是很多得罪神的地方 那也知道這位神是為救贖的神 他是招罪人的 那所以很心裡很願意很願意的 謙卑在這位神的面前 那在生活當中也領受到很多他的經歷 那一樣的也是透游禱 如果沒有禱告的話 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那麼清楚的看到 這是神的手 這是神的一雙手在扶持我們 那透游禱 真的是得到很多很多平安 我想在這樣子一個敘述當中 看見了就是說 回頭去看過去的一些過程 其實我們會發現上帝一直都在聽禱告 上帝也在成就禱告 其實剛談到說 那些基督徒有這樣一個無私的氣質 有時候我們想想自己 我們做基督徒這麼多年 有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好像慢慢失去那種特質 就是可能是因為我們在信仰當中 慢慢不知不覺走到一個宗教的儀式裡面 忘了生命要跟神連結 其實我剛在談那個過程 我就開始羨慕那群基督徒的生命 他們可以活出這麼無私的生命 他們可以 怎麼講 他們的氣息可以去吸引別人 願意去認識他們的神 那我想說聖經旁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您也是基督徒 可怕我們也來透過這樣子一個故事去反思說 我們的生命是不是也可以吸引一些人來到神的面前 還是我們也不知不覺 我們的生命就這樣不見了 就這樣子好像流魚跟外面的人沒有什麼不一樣了 我想這是一個很羨慕的一個生命 能夠活出一個有愛的生命 恩心在這樣的一個吸引力之下接觸了 然後也開始對神的話開始有興趣 您剛才說您讀聖經都讀英文的聖經 是不是 對 我想讀英文聖經對我來講非常困難 我讀中文都會比較容易懂 您讀英文就覺得說它能夠讓你覺得平到對了 是不是 我想英文它比較淺顯 它的用字 淺詞各方面 都是盡量讓它能夠很生活化 很平時 所以更能夠看到東西 對 那中文聖經或許是因為翻譯的關係 那還有本人的這個國文照義也不是很好 所以看看就沒有辦法被吸引 那我想這個方式我想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說到讀聖經可不可以請恩心告訴我們一下 就是說在聖經當中你最喜歡的經文有哪些 最喜歡的經節 恩 恩 恩 好像是在 恩 詩篇裡面 有一段話我非常喜歡 恩 它說人就像草一樣 那人的光 人的光芒 好 這是我們的成就所流露出來的光芒 就像那個草 它所結出來的那個花一樣 那草會枯萎 花也會凋謝 但是神的話 因為它是真理 所以它永遠的存在 這句話真的是 直接抵達到我內心深處最深最深的空虛 那我們常常都在追求一些 就像那個花 那種花般的榮耀 但是這個花卻是會凋謝的 所以呢 這句話讓我更知道 我們在生命中 這麼短暫 但是卻那麼精彩 我們是否能夠抓到真正的動脈 能夠讓我們的生命更豐富 而不是一味的在逃避一些困難 祈求 好像很 一直祈求一些 好像風調雨順啊 好像很幸福 財富上的等等 那我覺得 真的生的話語 它是真的能夠 豐富我們生命的內涵 離開了在台灣附近的懷抱 然後一個人到美國去生活 天父上帝摸著了你的心 那我想知道 在這段在美國生活的過程當中 您的父親 在台灣的父親 你們是怎麼樣保持聯絡 我常常打電話回去 問他好不好 那在這邊我順便分享一個見證 就是我父親 他是他比較年老 但多病這樣子 那他沒有什麼大愛 但是很容易就是 每年大概都會生一次大病 然後讓你看到他快完快不行了 然後又活回來這樣子 那所以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是常常夢到 因為爸爸常常生病 然後我都覺得沒有安全感 因為他如果一 他如果一怎麼了 我們孩子怎麼辦 誰煮飯給我們吃 誰怎麼樣 好 那所以我有好 有好多次在夜裡 夢到父親過世 對 那我想會有這些夢 也是因為平常看到 那會有恐懼 不安 好 但是這麼弱小生命 又不懂得去仰賴神 所以他會反映 潛意識中會反映在夢當中 那當我在半夜中哭醒來 也不敢告訴爸爸 那就 就那個時候就沒辦法 只好禱告 又是爸爸的那一套 那我就禱告 那我就會跪在床上 這樣邊哭邊禱告 那時候大概才六七歲而已 對那 常常就這樣求上帝 不要把爸爸帶走 求求你讓他活久一點 好 不然我們怎麼辦 就是那種很 孩子很天真的那種禱告 也是很單純的禱告 很單純很單純 那我現在真的體會上帝 那個時候就在傾聽了 那我在出國的時候 我最擔心就是 在這兩年 爸爸會不會怎麼樣 這是我最擔心的 那我在出國前 我每當道 實在沒辦法 我就禱告 不會主動去禱告 但是真的是有一些 擔憂 掛慮的時候 還是會用爸爸的那個方法 就禱告 那我就求神說 能不能在這兩年 不要讓爸爸怎麼樣 如果爸爸又怎麼樣 我回來的話 我怕我的血液可能會中斷 因為自己自費出去 都抓得非常緊 就是在預算上面 那所以也求神能夠 讓爸爸能夠很健康 這兩年不要出什麼意外 那我當時禱告完 也是很單純的 也沒有再去多想什麼 那等到我回國的時候 回國半年後 爸爸有一次 就是社會縣腫大 就是社會縣腫大 那膀胱已經 脹得很厲害了 那剛好我在工作 那我打電話回家 爸爸說 我聽到他的聲音在聲音 那那時候家裡都沒有人 於是我就趕回去 帶他去亞東醫院 然後急診就開刀 那那一次之後我才體會到說 誒 對哦 爸爸這兩年來好像都沒什麼大病 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 常打電話回去 那爸爸都會在電話中跟我說 自己要小心哦 爸爸會多聽你禱告 怎麼樣怎麼樣 那那時候我就問我大哥 二哥說 爸爸這兩年是不是都沒有什麼大愛 然後我哥哥回想想 誒對哦 所以我那時候才感受到神的愛 他真的聽了我的禱告 因為幾乎沒有一年是例外的 爸爸他一定都會住次院 然後就是一些那種老毛病 像比如說社護線 那有時候是附魔炎 有時候是 就是一些情況 會讓他住院 是啊 爸爸今年都已經84歲了 覺得神的恩典 就是扶持這位老父親 也聽了你們這些孩子們的禱告 其實剛剛聽恩心這樣說的時候 我心裡有一個非常相同的 一個感受 因為我父親也是蠻晚婚的 所以大概我國中還是高中的時候 我父親就曾經因為心臟病住院 那那時候我還不是基督徒 不知道怎麼禱告 其實真的常常在夢中就夢見 父親就這樣走了 然後都哭醒過來 是真的流著眼淚起來 然後起來以後 才看見爸爸還在 就很高興 所以我能夠了解那樣子一個心境 不過感謝神 還好上帝就是 雖然我那時候還不是基督徒 可是神也顧念我們這些孩子們 軟弱的心靈 恩心在這樣的當中 就是經歷到上帝 一路這樣聽你的禱告 這樣走過來 那父親在您出國那段時間 我相信父親也不斷地在為你禱告 您在美國的生活當中 您自己有沒有什麼真實的經歷 是真的在禱告當中經歷神的 有的 那我想 真的是所有榮耀都歸給神 我記得我在第三個 第三個學期的時候 我開始真的就是很認真 很認真的想每天都讀聖經 那因為研究所的課業壓力非常大 所以我那時候就 真的是接觸到神之後 我就知道什麼都來禱告 我就說求神給我智慧 當我在有限的時間來讀 研究所的課程的時候 求神給我智慧 求神給我精神 怎麼樣去 在這個學期當中 各科能夠順利的通過 這樣子 那當時也沒有期待什麼 但是我每回讀書 我都在圖書館讀書 然後一開始讀書 我都會禱告 有時候讀讀書 看看窗外的這種風景 覺得真的很美 常常都會感念神的恩典 那讀讀有時候就會看看聖經 然後再讀一讀這樣子 那因為壓力非常大 那有時候 週末的時候要參加聖經研讀班 所以有時候參加聖經研讀班 之後回來之後 還會再回到圖書館 繼續讀 讀到兩三點 讀聖經嗎 有時候是學校的一些考試 對 那我就求神 這個真的是給我體力 給我智慧 那第三學期的時候 也是很意外 就是成績拿到的時候 就是居然是全A 叫Stray A 這樣子 那真的是 我真的嚇一大跳 週末都沒有想到 那班上 拿到全A 大概就是一兩個美國人之外 好那 像我們這種 外國人去讀 就是說 機率不是很大 那我就看到 哇 我這麼仰賴神 隨便一下就 當然我不是很 我不是一個很重視成績的人 但是當時 我真的看到神的這個恩典 那很多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的觀念就是 我們禱告 神會不會傾聽 並不是說神傾聽了 我們才對他的信心更加深 而是說 在 當時我們的動機 我們 我們禱告 但是我們 我們的動機 是不是太過自私 或是太過 就是負面的 那神 他會取決 那我覺得 只要我們的動機是正確的 像我替我爸爸這樣禱告 神他會傾聽 他是充滿憐憫的 對 這就是聖經上 為什麼神說 你們祈求就得著 尋找就尋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動機對嘛 不是妄求 對 我想在這個事情上 我也想到另外 另外一句聖經上的話就是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開端 當你在那麼忙碌的過程當中 仍然願意持守 讀神的話語 讓神的話 進到你的心中 我相信 後面那個祝福是上帝 加倍給的 對 在有限的時間讀的書 可是神是加倍給你的 對 說到這裡就想到說 您是在國外受洗 成為基督徒的 那麼當你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父親知道您成為基督徒之後 他的反應 對 其實我是在國內就受洗了 在國內受洗的 對 我在15歲的時候 那個教會就幫我受洗了 可是那個時候我真的沒有什麼生命 那我也沒有去排斥被受洗 我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那到了美國的時候 當我真正得到神的時候 我真的是 真的是生命充滿了感動 充滿重新燃起的那種希望 我曾經想過說 我活在世界上是做什麼的 不斷地追求這個金錢 然後成功 然後耳後就老掉 然後就慢慢面臨死亡 覺得 常常覺得很困惑 那我曾經跟我的朋友們講過說 大概40歲以後就可以自殺了 因為實在是沒什麼希望 沒什麼盼望了 因為你的年華老去 慢慢的接下來都是些負面的 走向老年 對 那當我重新摸著神之後 真的這些不再 這些想法 這些負面想法 不再佔據我的心靈 真的是 真的就是愛還有希望 還有平安 充滿了我的內心 那我真的是非常高興 我就打電話給我爸爸 在美國的時候 我就說 爸爸我終於找到這位神了 找到這位救助 唯一的真神 然後爸爸他給我的一句話就是 我替你禱告了十幾年了 對 我當時真的是很感動 很感動 對 哇 這真的很希望能夠鼓勵 收音機盤喔 基督徒的父母親 不要停止為兒女禱告 把兒女交在神的手中 雖然 您剛才在節目之前有說說 哥哥還沒有信主 可是我相信 父親到現在還是繼續為他們守望 禱告 對 我們也一起來加油為他們禱告 因為 你真的只有知道摸著神的人 真正認識神的人才知道說 哇 讓耶穌的生命進到我們裡面 正如剛才節目一開始說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能夠活出一個有能力的生命 真的是很美很棒很好 哇 今天到這邊已經將近尾聲了 所以 真的謝謝恩心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我們分享 您的父親 還有您自個的生命經歷 那我想在節目靠近尾聲的時候 也想請您就您自己走過這段路程 您在信仰裡面的經歷 好不好 給收音機旁的聽眾朋友 你的祝福跟勉勵 我想這位神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只有您用心靈還有誠實 您才能夠接近他 那他是當我們 願意承認自己內在的空虛的時候 他只要你呼求 他絕對用他的方式帶領你去親近他 去了解他 去認識他 而他是一位 一旦你認識他之後 你真的是想抓著他不放的 那在過程當中 我們也常常需要祷告 因為這個世界的力量 它是很多陰暗的 很多負面的能量 一直不斷地灌入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所以很容易我們的眼睛 我們心靈的眼睛 也會被這些世界的東西給遮蓋住 所以走這條路 我想不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因為我們的世界充滿了太多的誘惑 太多的阻礙 那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們在內心常常呼求神 請他常常與我們同在 我想這股生命的這個動力 他會一直持續下去 而且這樣子之下 我們才有辦法真正的活出一個健康 而榮耀神的生命 對 其實要說的是 其實這位神離我們不遠 好 聖經上說 他在門外叩門 對 我們只要開門 耶穌就會進到每個人的生命當中 每天還是要用節目一開始 所分享的經文來 祝福聖經旁的每一位好朋友 希望你願意讓耶穌的生命 進到你的生命當中 使你有一個 擁有一個豐盛 而且有能力的生命 謝謝恩心 在節目最後給聽眾的鼓勵 我也希望聽眾朋友 能夠因著你的這樣的一個見證 能夠更多更多願意來 常常求問上帝 常常祷告 當然我們也在這裡 也要奉主的名祝福恩心的父親 謝謝 不只是健康 而且平安 那也希望兩位哥哥 早日可以趕快相信耶穌 成為真正完成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好 今天呢 在這裡呢 節目在尾聲 每天要在這裡跟聽眾朋友說 我們今天還是要提供五卷 李恩心姐妹 她的生命見證故事的節目卡帶 給五位聽眾朋友 如果你非常羨慕 這樣子一個見證故事 你也願意把這樣的見證故事 分享給你身邊的好朋友 那麼請你不要遲疑啊 趕快跟美真聯絡 你可以用寫信的方式 來信請你寄到 台北郵政44-80號信箱 台北郵政44-80號信箱 你也可以用傳真的方式 傳真的方式 請你播2755-7822 2755-7822 祝您給美真收 或者是給云彩飛羊收 都可以 那麼另外呢 美真姐在這裡向您推薦 我們有為您預備了聖經 寒授課程 好幫助你可以認識 耶穌基督是誰 他對你到底有什麼樣的計劃 而且認識他 到底對我們的生命 有什麼樣的影響 透過寒授課程 幫助你可以認識這位 愛你愛到底的耶穌 當然我們也可以盼望 如果你希望我們為你 推薦教會的話呢 你也可以來信給我們 我們可以幫助您 找到一個教會 到教會裡面去認識 這位愛你的神 好今天在節目的最後 美真要在這裡 誠摯的跟恩欣一起 跟雙雞旁的好朋友 說聲再見 當然也要祝福你在 未來這個禮拜裡面 恩典多多 平安多多 我們下個禮拜 云彩飛羊的節目中再見了 拜拜 Jesus is gonna give you a brand new life Oh yeah 這是永恆的約定 你可不要忘記 一個酒奔大好吃雞 讓全水滴心開啟 基督在世下屬膩 你你可不要忘記 他用包鞋叫你洗禁 是罪惡從此離去 指在腳步永不停息 唯有耶穌是不便道理 唯有耶穌能賜給你很心 我們相別再助理 只能握住下了你 我們相別再助理 相比握在夢裡 我們相別再助理 再給握住下了你 我們相別再助理 希望握住下了你 我們相別再助理 你是我的名 你去拿黑暗的過去 而是人 你說風神的生命 Yo, can't you see? It's time for a change Jesus will give you a brand new life Open your heart You shall receive All the love, joy, peace All you gotta do is believe If you wanna know how it is done Check this out Yeah, Jesus is the one 你這是永恆的約定 你可不要忘記 一個酒奔大好吃雞 兩聲說你已經開啟 請不暫時暫属你 你可不要忘記 還能保險將你洗淨 至最後從此一切 事先找路 有我平行 唯有耶穌是不免道理 唯有耶穌能賜給你安心 我們相別在處理 我們相別在處理 尽管我主神 我們相別在處理 生命不再猶豫 我們相別在處理 讚美我主神 我們相別在處理 心要充滿我和心 風靡之子是我的名 練習那黑暗的過去 打開詩問 你所豐盛的生命 2 3 4 我們相別在處理 尽管我主神 我們相別在處理 生命不再猶豫 我們相別在處理 讚美我主神 我們相別在處理 心要充滿我和心 我明確自是我的名 練習那黑暗的過去 打開詩問 你所豐盛的生命 2 3 4 我們相別 相別在處理 尽管我主神 我們相別在處理 尽管我主神 生命不再猶豫 我們相別 相別在處理 讚美我主神 我們相別 相別在處理 心要充滿我和心 風靡之子是我的名 練習那黑暗的過去 打開詩問 做入住 項疚 是 舒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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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